长江降水量大的原因 长江降水量大的原因是 一、长江流域多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,区内年降水量较大 二、长江流域支流众多,流域面积广,汇水量大 三、长江源头附近还有冰雪溶水补给 长江是中国东西向交通的大动脉,自古以来就享有黄金水道的剩余 近半个世纪以来,经过航道综合整治、加之三峡、葛州坝等水利枢纽的建设 长江的通航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重庆、武汉、南京等长期作为水路交通的重要枢纽 目前长江干支流通航里程超过7万千米 货运量占全国内核货运量的60%左右